1945年冬天 陕西关中地区爆发肺结核病 瘟疫很快蔓延到偏远乡村 在生我以前 好多人都齐心教的 是这一家断根了 他总算讨回一条活命 正值壮年 却身患一种怪病而身落残疾 天天晚上我一摸这个上面 红二头鸡红三头鸡一载都没有 凶大鸡也没有了 然而 命运的光环竟然使韩金科在41岁那年 亲历了更加意外的经历 在偶然发现的法门寺唐代地宫中 发掘出佛祖释迦牟尼的真身舍利 和随之供奉的大批唐朝皇家珍品 这个时刻对我来讲的话 我这一生 我这一刻就够了 1981年夏天 陕西关中地区阴雨连绵 经过三百多年的风雨 法门寺的明代真身宝塔 在当时已经严重倾斜 而成为独特景观 韩金科的家具法门寺有十几厘厘 这座佛塔是这一带古老而显著的标志建筑 因为我小的时候在这里来过 以后上初中也在这上的 以后参加工作也是在这进入工作岗位的 我对这个塔有深厚的感情 1981年 是韩金科在陕西省委党校理论班学习的最后一年 当时他正在家里准备毕业论文 那时 35岁的韩金科不会想到 这场阴雨之后 自己的人生经历竟然同法门寺密切连接在一起 第二天一大早 韩金科要赶回学校 他坐上开往西安的长途汽车 习惯地望了一眼远处的佛塔 顿时 他愣住了 因为当时前下着萌萌细雨 雾萌萌的 这个塔是刺向前空啊 一半微然一粒 这个 他的形象 震撼了我的心 看到这个情况啊 我心里很沉重 作为历史文化象征的法门寺塔是这个样子 当时能不能修复 会不会修复啊 是在我脑海里面首先出现的一个问题 法门寺佛塔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 372年后 这座佛塔刹那间齐刷刷的半壁坍塌 祖祖辈辈在此繁衍生息的法门镇人 通过各种方式呼吁重建宝塔 韩金科从党校毕业后被安排在福封县委宣传部做理论教员 法门镇的大部分群传都认识他 也信任他 韩金科的手里也经常颠着沉甸甸的修他请愿书 但是老百姓这么一呼 我们感到问起严重了 这没有办法给历史交代啊 因为当时现场经费困难 我们打报告要前 好多人认为是小气大作 1984年11月 福丰县博物馆发生了一起重大文物被盗案件 盗窃者钻开县博物馆的房顶 盗走14件西州时期的青铜器 在后来的半年中 福丰县文化局局长始终没有人选 1985年5月 一旨命令 韩金科又兼任了福丰县文化局局长 此时半壁坍塌的法门斯塔 就像一位丰烛残年的老人 已经坚强地挺立了六年 韩金科再次提笔 陈述修复宝塔的决心 我是带着感情写的 那么我们这一代人 占有的国家的返云昌盛的环境 我们占有现代化的技术和条件 我们在我们手上要是修复不起来 法门斯塔 我们是千古醉了 在这本民国初年修订的福丰县制里 韩金科突然找到这样的记载 明龙庆中 木塔崩 起其藏士之 身树杖 修制金工 金碧辉煌 水银为池 梵金传其煞 内侠住佛谷 旁金袈裟尚存 按照宪制的记载 明朝在修筑佛塔时 发现了塔下有一处神秘的地宫 并看到了地宫中的宝物 那明代之后佛塔中的地宫是否还存在呢 这时法门斯大北巷村民王宝华老人 向韩金科讲了一段五十年从未开口的秘密 1937年 国民党卸任将军朱子乔将军 曾经对法门斯佛塔进行了大规模维修 当时王宝华十多岁 他亲眼看到的加固佛塔地基石 工匠们曾经撬开一块石板 发现了塔下的地宫 当时日本侵略军已经占领华北 关中地区威在旦处 朱子乔下令在场的所有知情人对天蒙使 严守秘密 两个月后 陕西省政府做出决定 华波专项资金对法门斯塔进行加固修复 然而修塔方案为保留塔底四层 然后在圆塔的基础上再进行加固修复 韩金科典任修复办公室主任 从七十年代起 怀建帮就一直在福丰县文化局工作 对法门斯佛塔 他和韩金科一样有着特殊的感情 所以有好多好心的四四校长 给我就讲了是金科同志 不要希望过重 他主要是叫我冷静一下 我们当时从我们内心讲 也没有想到是几下有什么重大发现 目标就是一个完整的法门斯塔 就是这样 除此便无他想 所以省政府就给文化部打了一个报告 文化部很快就批下来 法门斯塔测完重新 为了争取时间 想在冬季之前清理完成余流的残塔 韩金科又开始四处奔走 当时由于要测上面的 这个要和长岸古舰队要去的联系 他们住在西安南郊的一个地方 去的时候我们坐车 那时候很不方便 半车开到那个土路机上去了 一倒了的话 就把我们塞在车厂里边 半车一下子撑下去以后 很快就要倒下去 司机打开门以后 让大家很快跑下去 我们吃了一紧啊 到西安区以后就黑了 前已经啊 这个是下着萌萌戏又下雨了 这个前已经黑了一会儿了 我们在仁义村啊 找古舰队 敲这一家门 汪出了一个黑狗 敲那一家门 汪出了一个白狗 哎呀 在那泥泥里面 我们就这么是尖尖婆婆 这一家门不在 那一家门不知道 一直门门门 到这个时候啊 这怀老先生在后面是 哭出了声 就这样我们两个互相鼓励 找到了古舰队 这个新的策塔的工作 就这样开始了 在韩经科的工作笔记上 记载着仅1986年7189这三个月 为重建法门寺塔 就往西安跑了26回 就要过春节了 一场漫天大雪覆盖了整个中原大地 当时在佛塔地基中间 已经清理出一片平整的开阔地 这时一个特殊的现象又让韩经科紧张了起来 当时啊 平展站的一个开阔地 中间大概有三米直径的一个圆圈啊 下雪以后就消了 坐不住雪 这个引起了我们高度的注意 我们把这个地方叫敏改区 他紧急安排人员24小时严密看守 1987年2月 陕西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员进驻工地 赵本宣科尔就这样子就开始挖下去了 但是现在想起来啊 也有点很后怕的样子 当时什么都不知道 4月2号下午 洛阳才打到石板上了 就是在这个中央部分打到石板上 喷 这是历史的声音啊 我们当时打之一 请 就露出那个一个 一个后天井的那个盖 这个石缝啊 不到三公分手电下不去 这个时候我们十分紧张啊 就考古所的曹伟啊 韩局长你看 我说我不在乎 你先看 拿手电要反光 反得很厉害 最后我站起来以后 韩局长说 底下有什么东西 我说我就跟他说 金碧辉煌 当时就说了那么四个字 出一点啊 我因为他说笑 我是轻轻哄人 正的你来 哎呦 这个时刻对我来讲的话 我这一生 我这一刻就够了 当时确实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有这么多了 这个似乎啊 我治不起药 我老经啊 一下子膨胀了 当年 朱紫桥将军 也是从这里 看到了地宫 千年的机缘 与韩金科 相遇了 韩金科的童年经历 是一段 心酸的往事 1946年 陕西关中地区 爆发肺结核病 当时 这种病属于不治之症 而且传染快 发病急 在韩金科 出生前后的 一年多时间里 家里先后 有六个壮劳力 被肺结核病 夺去了生命 主要的对我们家庭来讲 是人生的三大不幸 我们都遇上了 这个 我的奶奶 她是 这个是中年 我是祖父就走了 对我的白父 我的父亲 我的姑姑来讲的话 是少年上父 那我奶奶呢 我白父 我父亲过世的时候 我奶奶又是老年上子 人生三大不幸 都在我这个家里遇上了 我小的时候 我奶奶给我讲啊 那是哭签哭记啊 弟兄两个 一起送的逢营啊 当时我母亲啊 是怀着我 我是陌生 1945年冬天 韩金科的父亲 刚满24岁 漫天大雪中 父亲病情恶化 他在临终前 只能隔着门 望着已经怀孕的母亲 寒泪而去 半年后 母亲在临产前也发现 自己有了肺结核症状 而尚未出生的韩金科 成了韩家的掌房独苗 这个到接二年的六月 英里的六月二十五 生了我 在生我以前呀 这个好多人啊 都齐心叫胆 是这一家断根了 好多人疫情是儿子 为之正风 但是我生气极不好 韩金科自幼体弱多病 奶奶在泪水中 眼巴巴的拉扯他 一天天长大 从七世起 韩金科就记得 奶奶经常背着他 到法门寺上乡拜佛 我奶奶拖着我 走一段以后就背着我 背我进法门寺的 当时我奶奶看到法门寺 我看到法门寺 他现在能记来形象 当时由于人不多呀 这个局以后的寺院很庄严 感到这个很神秘 我小的时候 这个心灵上也 记不起来是 怎么一个具体形象 但是他是高中入庸呢 1959年 韩金科考入了 法门寺的民办中学读书 当时学校和法门寺 只有一墙之隔 住校的韩金科 经常伴着陈中木骨 到寺院来玩 有些地方还没有割墙 有些地方有割墙不高 我们一跑就到寺庙去了 那寺庙里面 那个大神宝剑前面 经常坐着三个活生 讲经论道 那时 13岁的韩金科 喜欢看书讲古 对寺院和尚们 滔滔不绝的故事 也格外感兴趣 当时正值全国 面临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韩金科经常吃不饱饭 饿着肚子 当时 和尚刚吃完饭 可能剩了 他们正吃着 就是那个 鞦韆那个玉米 削了一个包裹 那个糊糊 里面有件面条 给我有一小碗 哎呀 我都现在想的那个饭 太想钱了 我吃了一个孩子 你上学去吧 以后他们讲的时候 我就再跟前清 韩金科家里的听房正中 一直悬挂着这块祖传的牌匾 品望看家 成为韩金科后来对待工作 和为人处事的座右铭 品望就是人的品行 这个对我影响大 这是在我心里 砸了根了 那么在爱心基础上是什么呢 老实实在 并能诚恳 所以我小的时候 就是这个感情的基础 韩金科初中毕业后 就挑起了养家糊口 照顾奶奶的担子 韩金科18岁那年 由于他勤学苦干 又老实憨厚 被公社录用为临时干部 我参加工作 当时是设办人员 不是正式干部 做水保员 那个水保员不是专门叫你做这个 跟着公社的干部下乡筑队 当时啊 我是十七八岁的一个孩子 到生产队里面去把我叫老韩 他们找这些会让我讲话 我怕得要命啊 就是这么过来的 当时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火红年代 韩金科也被深深地感染着 一个是社会主义教育 一个就是学雷锋 学教育录 那公社干部都是我的长辈啊 比我大二三十岁 他们回来检查自己 劝检开生活会的时候 有些人在会上嚎啕大哭啊 认为自己不说交易录 我自己还有这么大的差距啊 每天早晨你稍微起来晚一点 公社书记就把厕所里面的奉便 就全部带到生产队 那个鸡肥那个堆上去了 所以我起来比公社领导还要起来早 因为我小孩子 我感到我太幸福了 我这么小啊就参加工作 而且环境这么好 大家都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对待我 我这公社就是我的家 我跟每一个人啊都感情很深 以公社为家的韩金科 两年后转正为国家正式干部 专职从事共青团工作 1969年10月 韩金科加入中国共产党 两年后又被调入福封建委宣传部 做专职新闻通讯干事 然而在韩金科30岁那年 一场突如其来的病痛向他袭来 这1975年冬天呀 这个开始我们觉得 慢慢这一个胳膊是没有镜了 因为冬天冷啊 我们也没有自己摸自己 结果越来越没有镜了 天前晚上我一摸这个上面 红二头肌红三头肌 一点都没有 胸大肌也没有了 这颜面也改到时候不正常 我就改到医院 韩金科被确诊为 极为罕见的致命病症 但他始终隐瞒实情 他的心在开的时候 他跟我没有什么话 他没有说他这个病没有多压症 他一看是这个病啊 不好治 叫净性性脊 营养不良 那是不能治的 我是来看看情况 我也不怕 你说这个病怎么样 但是这病不好 既然你知道了你这个病不好 没有这个办法 我说那我就不看了 我要回去 我家里还有奶奶呀 好吃的他不吃 就带回来 给他奶奶吃 再回来给他 不洗衣服 我家我会忙 洗衣服 给剪指甲 给洗脸 给烧炕 为了照顾病重的奶奶 韩金科坚定 一定要活下去的信念 1975年年底的一天中午 韩金科刚走进办公室 就感到奶奶的身影 一直在眼前浮现 身体也有些异常反应 封现 葛委会院子里面吃完饭以后 我就回我的房间的时候 坐卧不宁 这肉 身上肉翘 坐下也不是 站起来也不是 等了不到半个小时 电话响了 我就刑警肉翘 韩金科放下电话 急忙骑车往家里赶 结果我回去以后 推着车子 拐过弯进我村子的时候 全村皆北 我一下子五雷轰紧 我就车子推着跑 我就进门 一进门以后 我奶奶一惊死 过室了 大概有二三十米远 我是爬到奶奶跟前的 我去拉着奶奶的手以后 她手还是热的 我就拉了一张席 就在我奶奶的灵 就前面 她在床上 我就在床下 就睡得翻个更前 我拉着奶奶的手 到后半夜的时候 奶奶手凉了 一直拉到签名 哎呀 这个对我是 最沉重的打击 我也知道 是奶奶迟早要走的 但是我重是怕她走 1976这一年 由于病魔 和悲痛同时袭来 使韩金科的右侧臂膀 逐渐丧失了正常功能 但是 右手写字的意志 和心中顽强的生命力 却始终坚持 两年后 改革开放的春风 早已吹变大江南北 这一年九月 正在下乡忙着秋收的 韩金科 也接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她以优异的成绩 考取了陕西省委党校 理论大专班 这个自幼苦命 家境贫寒 又深落残疾的农村干部 也迈进了大学殿堂 走进高校 已经人到中年的韩金科 格外珍惜这份学习的机会 这是智学的梦境 很快地引起我的兴趣以后 我就把我过去多年来朴素的积累 好多都是弯路 这就进入了比较科学的学习的阶段 在党校 礼拜六 礼拜前 别人在城里面 人多 回家去了 我就泡图书馆 实际这两年 在课外学的比课内学的很多 在这所殿堂 韩金科接受了两年正规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理论教育 直到六年以后的1987年4月 身为当地文化局长的韩金科 却亲身经历了法门寺地宫面试后 许多神话般的景下 1987年4月3日 韩金科看到了地宫中的宝物 但是当时无法判定地宫到底有多大 究竟属于哪个朝代 又是否被盗过呢 韩金科紧张起来 立即决定原样封存 严格保密 当天傍晚 陕西省 宝基市和福丰县的有关领导 金林现场 连夜研究发掘方案 陶谷队员首先清理出 通向地宫的二十级台阶 台阶上布满了 近十万枚唐代铜钱 而面对第一道石门 地宫内的情况仍然无法确定 此时 韩金科和现场的考古负责人 韩伟决定进入地宫 感觉是一种唐代的气息扑面而来 因为里边全部是唐代的铜钱 第一道我们打刻进去 就是用道部分 用道部分一米八高 我们能站起来 韩伟在前 我在后我们两个人跨境激光 这么庄严 这这么是神秘的激光啊 我不应该进去 我对考古来讲的话 我是陌生的 我是学中国思想史的 学哲学的 我是学习人物 研究人物的 气物 我是陌生的 我跟着韩伟后面 定期转了一下 是三米多升的一个隧道 第二道石门前的两块石碑 令考古人员意外惊喜 石碑上确切记载了 从原位至唐代诸多帝王 历次来法门寺迎奉佛旨设立的经过 以及法门寺历经的数次灭佛劫难 而另一块石碑 则详细记录了 帝宫内两千多件器物的具体明显 两块石碑 揭开了帝宫的谜团 这是1113年前的唐帝宫 帝宫内 皇宫王室供奉的真品 也从未被扰动过 这个时候 我的老师发怀了 李子仲先生 宝记佛邪的秘书长 副会长 他说你不能下去 我怎么不能下去 我当时不让他下来 年岁大了 他要进去 我说好好 我扶着你 他下台阶以后 二十个台 台阶下来以后 我扶着他进去 走到第二道门 那两栋石碑上面的时候 有一个石块叫下来 一下子砸到他脸上 这里砸的就出血了 我扶着他出来的时候 他捂着脸 手上有血 别人都怕了 当时也奉了好几个祖 被县城严密防守 反正就这样开始 第二道石门打开后 眼前的情景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地宫珍宝被一件件取出 然后登记装箱 由韩金科逐一贴上封条 所以文物的 从技工里面的 取 用 在到上了技工 在县城 登帐 然后进入箱子 箱子的夹锋 都是很严密的 福丰县的工业局长来锁 他带着钥匙 我来加封桥 这个一箱一箱一箱 那是用汽车送到福丰县博物馆的库房里面 严家保管 这就是一个工作的流程 法门寺的高僧每天晚上在大殿内送经直至深夜 许多在韩金科看来的偶然巧合让他迷惑不解 这个发觉到技工技三道门的时候啊 是一个偶然的巧合 一大早以后 承管法师就赶到考古现场来给我讲 金科啊 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 梦见两个狮子 狮子 活蹦乱翘 你看技工里面有没有啊 技三道门前面就有两个 金毛寺啊 狮子 是 这个是汉北域的 彩绘的 那个狮子很庄严啊 也很温柔 尽管法门寺地工发掘情况对外严密封锁 但是 消息还是不静而走 于是发掘工作改在夜间进行 韩金科生怕治安保卫出差错 这就法门寺的现场进入了北热化的程度 我们像打仗一样 就不封白千黑夜 没有上下班 由圣庆啊 都死局啊 死官局啊 就都写上来的 是外面有股恶势力 来要抢 可能要进行 抢戒 抢戒 有这么个 提高兴起 我当时啊 像 那个英雄儿女 那个剑影上面的王城一样 我在无名高纪 湖白 是到童子母吃汗去休息 韩国帐篷 跟我说 老袁 袁兄 我是袁老兄 今天晚上到明天谭梦道 攻击这一段 死也是这一回 活也是这一回 我是 我们不感觉到疲劳 在 轻易 半个程度 在轴易 凶死一下 抗风啊 过度的抗风 在那个整件 正整地 我还怪账两个 八千两 八万什么 睡觉 我的眼睛 眼睛就出血了 出血以后啊 那前面就看不过去 只能坐右看 那这时候 念着都熬火了 罪也熬死了 这么重大的发觉 我们就这简单简单的 这么碰上了 稍微不注意啊 就是历史的罪了 当年不休他 我们就是历史的罪了 现在发觉不好 一步走不好 就是千古罪了 自从发现地宫那天 韩金科已经一个多月 顾不上回家了 当时正值农忙寂静 十多岁的女儿 在卖收时摔断了胳膊 此时正是地宫挖掘的最后关头 经过二十天的发掘 地宫内清理出各种器物 共仅2445件 其中金银器 蜜色瓷和流利器的物件 不仅品种多 等级高 而且完好如初 这时考古人员发现 地宫中各式的器物摆放 均依照特定的格局 而每个室内的中心器物 更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 铁罕内到底是什么东西 为何放置得如此神秘呢 此时地宫内的所有珍宝 在戒备森严中 秘密封存在福丰县博物馆 两天后就是五一国际劳动节了 省市领导决定 人员修整几天后 再进行详细发掘 1986年5月6日傍晚 韩金科身后紧随着 十几名考古人员 他们穿过武警战士的严密守卫 依次走进大殿 按照考古程序 他们将要开启这件唐代宝寒 六个小时过去了 宝寒被一层层仔细打开 在第七层里出现一座小金塔 底下溜出一个塌座 桌子上面有一个银柱子 银柱子上面套一个白黄黄的东西 我们都认不清 愣了一下 我就说哎呀不得了 我们发现设立了 大家就跳起来 设立 弗子骨 都跳起来 等开始记录的时候 一看是正好是1点钟 外面很像的消息 恩就说了说你们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功德 是一个水炉道场 此时细雨蒙蒙 法蒙寺高僧也文训赶来做佛式活动 突然惊奇地说 今天是佛祖的诞辰日 今天刚是农历4月8 法蒙寺谷会佛丹日 当时强迫 从此没有安排 我们也不知道这个里面 饱含是八重 更不知道最后 这里面的是佛舍里的安排 就这么偶然的强迫 考古发掘将寒经科 一步步带进历史殿堂的深处 在随后的几天中 考古人员又从另外三套器物中 分别发现了三枚佛纸舍粒 通过史料记载和专家鉴定 认定其中一枚为真身佛骨 这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佛纸舍粒 另外三枚为银骨 一身三影 与佛典中的记载完全吻合 经理来讲的话 是沉重大于喜悦 我当时有一个 心里有这么一个下意识的感觉 我的经理 我的学师 还有我现在这个 我自己的这个认识水平 能不能对应这个历史的依存 我没有把握 品望看家是祖辈传承的儒家思想 而在现代文明熏陶下的韩金科 是典型的唯物主义者 那些神奇的佛教景象 怎么突然显现在自己眼前呢 佛纸舍里面试一个星期后 全国几十位专家学者云集法门寺 此时 浮丰县从上到下正处在惊喜和狂热之中 韩金科也更加应接不暇 面对如此众多 期待进一步鉴定和保护的珍贵文物 国家文物局和陕西省委省政府决定 将珍宝全部运往西安 就在庞大的车队即将启程时 当地数百名群众围堵在福封县委县政府大院 法门正的老百姓 那些老太太老大 就跪下来 就躺到汽车轮子前面 这个是历散城外散城 全都坚决不让哪儿坐 因为全都那个字 那个行情你咱也可以理解 是这个文物是党级从党级瓦尺来行 要拿走以后就不会再返回来了 就是当时行情是这样的行情 随后的1987年7月 当时正值全国压缩基本建设规模 但中央仍然很快做出批示 决定在法门寺就地建设博物馆 第二年元旦刚过 韩金科被安排在建设初期的 法门寺博物馆主持现场工作 接二千 我就上法门寺来 当时到法门寺来以后 是冰淺雪季 我在那个 这里 小群中啊 就借了 这个 一双高筒皮鞋 雨鞋 我进来就把这一块鸡 我就自己用我的腿啊 丈量了一下 大概六五多一间 我就 这边就是考虑将来是 博物馆的生活区 在小北乡 一个农民的家里 当时里面只有 两个房子 一间小造房 两个房子里面就是 有两个托康 有祸少的托康 那么我们里面 当时来以后 就海管长 还有张恩贤同志 另外是平清了一个 落盖铺 连我 我们一共四个人 我进来的时候 我最印象 最盛级一件是 当前瞎着雨 我就没有 没有结盟 海管长就是到那个落盖铺 把我的手机包放出去 坐 现在马上到暴击中 这个暴击器就是 唯一图兵关的海管 暴击这些事情 就是这样 那来以后这个博物馆 到底是怎么一个局势 我过去没有办过博物馆 我只是对文物的一片感情 博物馆这个概念 对我在我脑子里面 是一片空白 但是我有两个信念 一个这个博物馆 不能小落 二一个这个博物馆 不能鸡落 所谓小落 就是贵马而言 所谓鸡落 就是文化层次而言 1988年3月 在全国人大 和全国政协会议期间 法门寺地宫珍宝 在北京 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 这是韩金科 第一次迈出陕西的 黄土高原 北京回来的时候 我是带着感情 把每一个箱子 都以法门寺博物馆的名义 封了 当时法门寺博物馆 他们又正式成立 这是一个筹建的博物馆 从此 地宫珍宝的文物 不管到哪里展出 韩金科都紧紧跟随 一步也不离开 1988年9月 法门寺博物馆 建成对外开发 当时争相目睹地宫珍宝的群众 人山人海 参观的人流 一直排到百米开外 但是韩金科意识到 法门寺的历史文化研究 是当务之急 地宫珍宝的摆放仪归 以及每件器物背后的谜团 极待破解 好多佛像我们不认识 这是现场给我的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很尖锐 这个技工里面好多器物 这么两千多千器物 是唐王朝随便摆进去的吗 它又没有文化程序 又没有文化的寄统 又没有文化的内涵 这就是器物和器物之间 整个器物布置的这个阵用 为此 韩金科带着大家四处奔走 取经求学 开始了法门学研究的艰苦探索 当时也正是博物馆发展到 初期经济最困难的时候 困难是这样 我们是工资发不出去 像4月借钱 借钱发工资 那么出去以后 就是为一个管理 哪怕省五毛钱 省一块钱 我们都得省 他在平时如果在 吃埋头的时候 交个埋头账 到现在不怪在任何场合 回着是在家里 回着是在宾馆 只要交到机下去 他马上用手借进来 一探 他每次吃探以后 之所都要做最便宜的 吃饭 也行最便宜的 措斥也行最便宜的 比方是 到新年去以后 他就行 这个 不超标准的 能给官员 结合钱去 吃饭就愿意吃 亨县的 或者以外睡眠 或者以外活烙 1990年 陕西省历史博物馆 即将建成 省委省政府下硬指标 在陕西省的各博物馆 征调文物 而法门寺博物馆的 每一件文物 对韩金科来说 已经成为自己生命 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当时教法门是 37件 要我的命 当时省上下得很严格的通知 哪一个博物馆不教文物 哪一个县委书记县长 市委书记市长 就即免之 就是来一次来一次 催泪和劲 全省该教的都教了 就剩法门寺 好多人是韩金科呀 你不要警风做事 老韩值不得呀 都是国家的 我是这个不一样 在法门寺或在陕西利博 是大不一样的 我这里是大唐社会 是佛教世界呀 我这里是完整的 你不能搞得自立破碎呀 此时 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开馆在即 最后通牒再次送到韩金科的面前 后面我摸摸摸摸摸到九件 文物经过研究以后 就是由官长带队给了理事博物馆送这屏幕 从我内心来讲 每一件文物都是我的亲人啊 来到省文物局见到主要领导后 韩金科恳求签订戒掉文物的手续 在这个时候越进越进京的时候啊 我一想文物保不住啊 我那感情就像 开了砸到取水一样 一下子就晕过来嚎啕大哭啊 我把我多年对这几件文物要走 就像我的亲人过世一样 我的感情啊 就就崩放出来了 叫走文物啊 就等于好像自己的亲人过世一样 我心里根本受不了 最后还是 那边上面还让铺盖着我们的一件 就是前进了一个接交三年纪这么个协议 后面了 局长来了 一把手来了 好了好了好了 就跟原来绝境接交 哎呦这个时候我恨不得给局长下跪啊 我是这么好啊 还是我们局长好啊 我差一点想把他们抱起来拽 韩金科对地宫的每一件珍宝如数家珍 凡是重要的客人 他都要亲自讲解 他的整个业余时间都在自己家简陋的窑洞里 与历史对话 韩金科的右手除了正常写字外 已经丧失了几乎所有功能 目前他出版的关于法门学的学术著作 达一千多万字 组织召开了十几次法门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1994年6月1日 正在并榻上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普初 拉着韩金科的手激动不已 他听到一个意外的研究成果 法门寺地宫珍宝发现7年之后 终于打开了神秘的大门 过意了失传千年之久的唐觅曼陀罗世界 自唐太宗开始 法门寺每三十年开启地宫迎送佛谷设立 先后共有七位唐皇迎奉佛谷 公元873年 大唐王朝四面楚歌 新即位的十二岁小皇帝唐西宗 亲临法门寺供奉佛职设立 皇宫王室的大量珍宝也随之供养 第二年正月初四的午夜时分 西宗皇帝下令地宫封门 珍宝和佛职舍利从此掩埋地下 千年后的今天 法门寺博物馆将地宫珍宝展示在世人面前 同时也揭示了佛教唐觅文化的千古谜团